松板猪肉片放到锅子煎煮 表皮油脂煎到焦香 是近期中秋烤肉热门食材 但这看似肥嫩的肉片 美食专家点出问题 松板肉是组合肉 其实我很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网站上面根本没有写 美食家张雨婷购买迪花街乌鱼子老店 与知名肉商联名的海陆组合 但收到商品翻开后面标示 才发现竟是组合肉 与松板猪圆肉比一比 组合肉的油花分布一致 而且颜色比较浅 带着淡淡粉红色 圆肉的油花则是分布不均 而且呈现暗红色 就连煎煮过后也大不相同 组合肉吃起来爽脆 然后比较容易入口的 就很好咀嚼 但我们圆肉吃起来油花很香之外 其实它的肉的组织比较扎实 松板猪圆肉下锅后 煎煮过程中会渗出血水 但组合肉不但没血水 煮熟的外形几乎没变 原肉则是会稍微缩水一些 打开网站只提到松板猪肉质 清香弹牙 没特别标示组合肉 但有著名在食品包装上 的确没违法 我刚刚反映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也很惊讶 他们也全部都退 然后他们也重新寄了一个新的 对此迪化接业者表示 事后接到消费者反映 才发现肉伤给的松板猪 不是当初说好的商品 已经紧急处理退货 新闻接稿前则无法取得肉伤回应 中秋出货量大 业者出货前还是得再三把关 记者称分下位 新北市报道